我叫林耀,是一名体育记者,一般哪里有赛事,我就要飞到哪里,过几天,上海有一场球赛,公司派我到现场做采访报道,于是我一大早就坐上了飞去上海的飞机,刚上飞机,我看到了一个熟人,郑瑶瑶,郑瑶瑶是我老婆的闺蜜,结婚的时候,她还是我老婆的姐妹团一员, 她正在给一名乘客抬起行李,放到上面的行李柜,再加上我和她也并不是那么熟,所以我也没和她打招呼,我坐在靠后的位置,左前方就是逃生门,我的旁边并没有坐人,我正好乐得清静,戴上口罩和眼罩,就侧着身子睡了过去,过了一会儿,先生,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? 我隐约听到耳边传来了郑瑶瑶的声音,我睁开眼睛,拉了拉眼罩,看到她正在和前面的一个大叔正在做说话,郑瑶瑶确实长得很好看,要知道,空姐的选拔非常严格,首先长得要看,那是必须的,像郑瑶瑶这种瓜子脸,桃花眼,小嘴唇,整体给人的观感就十分好, 她把头发盘起来之后,显得十分有韵味,郑瑶瑶站直了身子,身高有蒋金一米七,空姐的制服在她的身上,先得十分贴身好看。 而那一双大长腿被黑丝包裹着,笔直而又修长,那个大叔和郑瑶瑶说了句,我想要杯水。 她一边说着,手臂还不经意地蹭到了郑瑶瑶的裙子,郑瑶瑶驾轻就熟地推开了那个大叔的手,微微一笑说道, 好的先生,我这就给你倒水。我不禁想到,不愧是专业的,面对这种客人也可以游刃有余,我这才想起,在前些日子,我听老婆说,郑瑶瑶准备结婚了, 未婚夫是一个在飞机上认识的富二代,不过我也没太在意,毕竟人家的事情与我无关。 很快,郑瑶瑶就捧着一杯水走了过来,她把水交给了那个大叔,就在这时候,飞机忽然晃动了一下,那个大叔也不知道是故意地还是不小心, 手一抖,就把整杯水洒落在郑瑶瑶的裙子上,郑瑶瑶的反应已经很快了,她马上往后退了一步,可水依然全部落在了她的裙子和丝袜上,紧接着。 飞机上的广播也响了起来,说飞机遇到了气流,发生抖动,让乘客们回到座位,并且系好安全带。 这种情况,郑瑶瑶只能走到逃生门旁边的空姐砖座上坐下,扣好了安全带。 我这个侧身睡觉的角度,正好可以看清楚郑瑶瑶那边的情况,她裙子前面那部分已经全部湿透了, 水从上往下流,很快就把她的丝袜都湿透了。 她手中拿着纸巾,想要擦干裙子和丝袜上的水,但纸巾都湿透了水,却还无法擦干净,那湿了水的丝袜变得十分光滑, 远远看去更让人浮想连篇,她的大长腿夹紧,不停地前后扭动,显得十分不自在。 我透过眼罩的缝隙看到了她那左右摆动的脚,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, 但是那一双大长腿却让人忍不住一直盯着看,过了一会儿,飞机的飞行才变得平稳下来。 郑瑶瑶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,然后快步走向了空姐的工作间, 我看着晃动着的腰肢,忍不住在心底骂了自己一句。 人家郑瑶瑶不小心出丑了,我居然还能在这里看得津津有味,实在是太不应该了,林耀。 这是你老婆的闺蜜。 我用力捏了自己的大腿,让自己冷静下来,好不容易我才把刚才的画面从脑中一扫而空, 然后沉沉睡去,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我再次缓缓醒过来,飞机已经开始降落了, 我伸了个懒腰,然后看了看四周,看到了郑瑶瑶已经换了一条新的裙子和丝袜出来站在边上。 刚才发生的那一幕,对我来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,不过现在梦醒了。 我也没有多想,收拾心情等待飞机降落,二十分钟之后,飞机平稳降落, 我向来不是着急的人,坐在最后的位置上,慢慢地等待着其他人先走。 我看到刚才调戏郑瑶瑶的那个大叔也没动, 那个大叔看上去四十多岁,已经开始有点发福,穿着一身西装,倒是有几分成功人士的气质,过了一会儿。 郑瑶瑶走了过来说了句,先生已经可以下飞机了。 我站了起来,背上了行李袋,就在这时,我看到了那个中年男人给郑瑶瑶塞了一张便签纸,郑瑶瑶有点抗拒。 但似乎是为了让中年男人赶紧下飞机,他还是把纸条折好收了起来, 中年男人满意地笑了笑,下了飞机,不过他打算把纸条放进口袋的时候, 却因为心急没放好,纸条掉在了地上。 这时候,有一名空姐喊了他一声,他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。 我走过去,捡起了那张纸条,上面写着一个酒店的名称,一个电话号码,还有一个数字,三万,那酒店居然是我接下来要入住的酒店,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? 我走了两步,看到郑瑶瑶又走了回来,他的目光一直往下看。 估计是在找这张纸条,估计被其他人发现,他就违规了。 我随手把纸条扔下,然后下了飞机,正遥遥的注意力都不在我的身上,而且我戴着口罩的,他显然没认出我来,我离开机场之后,就打车前往酒店。 我没想到的是,我刚下车,就又看到了飞机上的那个中年人,果然是和我住同一家酒店,这家酒店里比赛的球场比较近,环境比较好。 我们台长觉得运动员很可能就是住在这里,所以也帮我定在这里,我和那个中年男人前后脚进去酒店登记,也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,他居然还和我住同一层,我们一起坐电梯上的楼。 进去房间的时候,我又想到了这个中年人递给郑瑶瑶的那张纸,郑瑶瑶应该也不会来吧,我放好了行李,带上了相机,打算出门在周边逛一逛,派一些素材备用,顺便吃点东西。 我从外面回来之后,也在酒店门口蹲了一段时间,期间果然被我拍到了几名球员进出,正当我心满意足准备回房间休息的时候,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郑瑶瑶。 郑瑶瑶这时候,换了一身衣服,穿上了一条黑色紧身连衣裙,胸口上面露出了一道口子,风光若隐若现,裙子很紧。 从后面依然可以看到她那S型的身材,甚至在包臀的位置隐隐看到了一些勾勒出来的痕迹,郑瑶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,而且她还穿成这样,难不成她真的要去找那个中年大叔,我因为没戴口罩,所以也没敢和郑瑶瑶坐一个电梯,等郑瑶瑶进去电梯之后,我连忙跑过去盯着电梯停下的楼层。 随着数字慢慢变化,我也变得紧张起来,最终,数字停在了我所住的楼层,不会吧,郑瑶瑶不会真的来酒店给那个中年大叔送外卖吧,我连忙按电梯上楼。 我在走廊正好看到了郑瑶瑶进去了我旁边的房间,好家伙,居然就在我隔壁,好奇心和窥探的念头滋生出来,催使着我,紧跟着她回到自己的房间。 酒店的房间隔音效果不太好,黑暗中,我能够听到隔壁传来郑瑶瑶和中年大叔交谈的声音,她略带撒娇地指责大叔在飞机上做的事情太明显,让她不好做。 这跟我印象中那个温婉动人的老婆闺蜜,简直不是一个人。 隔壁的交谈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分钟,很快就变成了某种暧昧的声响,郑瑶瑶的叫声渐渐变大。 东东,床板撞着墙壁的声音让我变得燥热心烦,我扯了扯衣服的领口。 拿出手机,看着老婆的通话记录,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,我的耳边充斥着郑瑶瑶和大叔做游戏的声音,这让我无法思考。 我点燃了一根烟,推开阳台的落地门,打算到外面吹吹冷风透口气,顺便跟老婆提一下遇到郑瑶瑶的事情,可没想到这酒店的两个房间,阳台几乎是挨着的。 直到外面的瞬间,隔壁那对男女的声音变得更大。 我有些口干舌燥,猛地吸了几口烟,克制不住心理的念头,顺着声音的来源望过去,隔壁房间飘动着的窗帘后面。 有两个交缠在一起的身影不停动着,依稀能够分辨出是郑瑶瑶和中年大叔正在进行激烈的交流,我看着隔壁的剪影,郑瑶瑶的头发丝甩动着,声音一浪比一浪更大,叫得我浑身冒火。 我回想起飞机上看到的那张纸,三万,郑瑶瑶这种极品身材,倒是也不算贵,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吗? 老婆提起她的那位富二代男友,不会也是在飞机上送外卖认识的吧? 我眼前浮现出郑瑶瑶穿着黑丝的两双长腿,浑身血液控制不住的向下流,林药,你别太过分。 等我反应过来时,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,叮铃铃,像是感觉到我的情绪,老婆的电话准时打了过来,我急忙回到房间,把门窗都关好,接通了视频,你到了吗? 老婆穿着睡衣,坐在床边涂抹着护肤品,闲聊地关心着我,你那边是什么声音啊? 听起来怎么怪怪的。 她也察觉到有些不对劲,脸颊泛起红韵,称怪地瞪了我一眼,我拿着手机绕着房间走了一圈,解释,酒店就是这样,你也知道。 看来今晚我是没有办法睡好了。 我故作抱怨地说完,装作不经意地提起郑瑶瑶,老婆,你说巧不巧,我今天坐飞机的时候遇到郑瑶瑶了,她是这次航班的空城,我看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。 你们两个最近有联系吗? 我老婆的性格很好,可以用大咧咧地来形容,没什么心眼,她听到我提起郑瑶瑶,没有多心,反倒是放下手里的东西,激动地说着八卦,提起这件事,我就气不打一出来。 你记得瑶瑶瑶瑶的男朋友吗?就是经常开着跑车来接她的那个。 她原来不是富二代。 前几天,我们聚会的时候正巧碰到她,她原来就是给老板开车的司机,经常趁着老板谈生意的空档,开着车跑出来,假装富二代欺骗小姑娘。 老婆气得脸胀的通红,差点打翻了手边的美容仪,她不仅骗瑶瑶,还花心。 听说她在外面有很多的女朋友,还经常在各种社交软件上联络女人,太脏了。 老婆说完顿了顿,看着我,我知道她是在等待我的反馈,急忙点头的附和,怎么有这样的男人? 简直是给我们男性丢脸。 老婆,你放心,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 我竖起三根手指,怼泪屏幕发誓,老婆终于笑出来,继续讲着郑瑶瑶的遭遇,她跟男朋友提出分手,想要讨回给她的那笔借款。 结果郑瑶瑶的男朋友却拒不返还,当初明明说是投资,保本金给利息。 现在他们撕破脸,那男的直接说是瑶瑶自愿赠予的。 十几万呢,估计是瑶瑶的全部积蓄了。 从老婆的话里,我大概明白了郑瑶瑶为什么会这样做,我听着隔壁渐渐小了的声音,心里充满同情。 郑瑶瑶可能仅仅是想要发泄情绪,结果选择了一条错的路,我决定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全部忘掉,替她保守秘密,连老婆也不会告诉。 第二天,我很早就起来去酒店门口蹲运动员。 还算是幸运,我正巧碰到他们出门,算是捕捉到了一点独家的照片和镜头,等我一边翻看着相机的预览图,一边想要回到房间,把照片传回公司时。 却迎面看到郑瑶瑶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出来,她的黑色丝袜消失了,只穿着紧身的包臀裙,跟中年大叔拥抱着,中年大叔满脸都是艳足的笑容,用手在她的翘臀上掐了一把。 不好,我不能直接过去,慌乱之下,我低着头,重新折返到电梯间的门口,快速地按着电梯的按键,不管是上,还是下,快点来一趟。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,背后的高跟鞋脚步声却越来越近,随着一股熟悉的香味,正遥遥站在我的身边,她调整着衣服的肩带,凑过来看着我。 林药,你怎么在这儿? 她的眼睛晃动了两圈,不敢相信地看着我,你也住在这儿。 我点了点头,扯出一个尴尬的笑容,氛围变得有点沉默,毕竟她昨晚跟大叔运动的声音实在是太放肆,她是整层楼的男人都没有睡好,正遥遥应该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熟人,她脸色变得有些难看, 叮,电梯终于到了。 我推托说要去忙工作,急忙闪进电梯间,在电梯门即将合拢的时候,郑遥遥忽然用手拦着门,用楚楚可怜的表情看着我说,林药。 我明天的航班回去,我们今晚能不能见个面,抱歉,我工作可能会到很晚。 我果断拒绝了她,眼神飘向中年大叔的房间,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我发誓自己没有暗讽的意思,但郑遥遥可能是心虚想歪了,她松开手,我坐着电梯来到一楼,不由地松口气,用手摁着胸口。 既然出门,我决定到运动场去碰碰运气,没想到球队的教练员就在场边,我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,跟她聊的投机,获得了难得的采访机会,不知不觉到了深夜,我揣着录音笔回到酒店。 隐隐看到房间门口蹲着一个人影,等我走近,我竟然发现那是郑遥遥,你一直都没走。 郑遥遥抬头看着我,吃力地站起来,身体摇晃了两下,我下意识地扶着她的胳膊,触碰到她冰凉的皮肤,心里一惊地收回手,我去前台问了你的房间号。 林药,我们聊聊吧,我的腿骂了。 郑遥遥的脸色像是纸片一样白,这让我有些愚心不忍,只能打开房间让她进去,我给你叫点东西,你先垫垫肚子。 我把录音设备放到一边,看得出来。 郑遥遥一天都没有吃饭,过了一会儿,隔壁的中年大叔不知道从哪儿又带回来一个女人, 房间里传来跟昨晚差不多的声音,这让郑遥遥和我都倍感尴尬,我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大了一点,试图压过对面,你都知道了。 郑遥遥也没有隐瞒,捧着热水,坐在床边看我,我只是想要多赚点钱。 她低垂着头,我跟她保持着一段距离,没有说话,我把这些年工作积攒下来的所有钱都给了那个混蛋,结果她拿着我的钱跑了,她是骗我的。 我需要钱,空姐的工资远远不够,我只能郑遥遥皱起眉头。 把水杯放在一边,她急匆匆地奔着我扑过来,用手抓着我的衣服,淋药,别说出去。 只要你愿意替我保守秘密,我做什么都行。 郑遥遥抓着我的手,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口,甚至用膝盖抵着我的大腿,撩拨着我,她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身上。 这种身材的美女主动投怀送抱,我当时便有了反应,但理智压抑着我的原始冲动,告诉我绝对不能做错事。 我抓着郑遥遥的手肘,想要让她离我远一点,没想到郑遥遥却躲开了我的手,捧着我的脸。 垫脚走到我的耳边说,淋药,你难道不想试试吗?我不会告诉你老婆的。 之前几次聚会的时候,你一直都在看我,不是吗?不会有人知道的。 只要你能够替我保守秘密,我一定会让你郑遥遥的话像是魔音一样,让我几乎松动,我的手不自觉地搭在她的腰上,脑海里回荡起昨晚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画面。 不!不行,在我几乎要亲到郑遥遥的时候,电话铃声猛地把我叫醒,我们继续,郑遥遥娇媚地盯着我,想要把我的手机扔到一边,她扯着我的衣服向床边走去,我回头瞥见手机屏幕上老婆的字样。 猛地推开郑遥遥娇,她没想到我会这样做,身体失去平衡地倒在床上,不敢置信地看着我,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 你放心,赶紧走吧。 我打开房门,死死攥着手机,把郑遥遥送出了酒店,等我回到房间给老婆打电话的时候,后背已经出了一层的冷汗,好险。 差点就没有守住,几天后,我结束了工作回到家里,稿子得到了领导的夸赞,我也得到了一笔奖金。 我信守承诺,没有把郑遥遥的事情告诉老婆,过了一段时间,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 直到几个月后,老婆的公司派她出差,我在家里修正稿件的时候,忽然接到了老婆的电话,她的语气有点急促,背景音很嘈杂,像是在会议室或者是机场之类的地方。 老公,我把遥遥家的地址发给你,你有空的话,去看看她,这几天我都联系不上她,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。 我这几天赶不回去,你去看看,我能放心一些。 老婆说完,匆忙挂断了电话。 不久,我的手机收到了一个地址,郑遥遥,听到她的名字,那天酒店的事情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 我百般不情愿,但是为了让老婆放心,还是收拾东西,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,郑遥遥的家是在一个老小区,物业保安并不负责。 我直接来到了她家的单元楼门口,老婆给我发来地址的时候,也把郑遥遥的手机号给了我一份。 我乘坐着电梯上楼,犹豫着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的时候,电梯钉的一声打开,我看到郑遥遥穿着吊带背心和热裤, 正吃力地拖动着一个超大的行李箱,背对着我,郑遥遥,你没事吧? 我快步走出电梯间,想要过去帮忙,郑遥遥的脸上划过一丝慌张的表情。 似乎没有想到会遇到我,她迅速走到行李箱的前面。 用身体挡住她,紧皱着眉头,用不客气的语气问我,你怎么来了? 我老婆说联系不上你,怕你出事。 我疑惑地观察着郑遥遥,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,你这是要出门。 嗯,我要上班。 郑遥遥用手捋顺了一下碎发,我隐约看到她的手掌有一块红色的痕迹, 走廊里似乎弥漫着一股咸鱼或者生肉的腥臭味,空城飞航般,怎么会带这么大的行李箱? 而且,郑遥遥也没有穿空城的制服,一切都不对劲,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? 你可以跟我们说,我们都会帮你的。 我试图走近她,郑遥遥却像是看到什么惊恐的东西般,推着行李箱,想要绕开我,躲着我,砰。 当郑遥遥想要打开电梯门的时候,行李箱因为过重,轰得倒在地上,黑色的行李箱砸在地面发出闷响, 侧面的锁头忽然翻开,一只沾满鲜血的胳膊从缝隙里伸出来,正遥遥精神失控地蹲在地上。 想要把行李箱合拢,却怎么都办不到,我已经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得无法思考,只能站在原地该死的。 混蛋,你死了,为什么还是在给我找麻烦? 进去,谁让你出来的? 你为什么总是睁着眼睛? 是你先做错了事情。 郑遥遥心里的那根线像是崩塌了一样,忽然打开行李箱, 她男朋友的尸体就这样突兀骇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, 她眼睛瞪得很大,身体以诡异的角度被塞进行李箱里, 这,郑遥遥杀了她,我后退两步,碰到电梯外面的垃圾桶, 生想让郑遥遥抬起头,她像是一只恐怖的野兽,站起来向我走来。 这一刻,我几乎不敢确认眼前的女人是不是曾经见过无数次, 喝酒聊天都会脸红得正摇摇,她变得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,恐怖又癫狂。 林药,你听我解释,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 她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扑向我,抱着我,我真的没有想要杀她, 我只是想要把自己的钱要回来,想要她的一句道歉。 她骗了我,把我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,公司知道了我跟乘客的那些事情, 我被公司开除了,林药。 我只是想要一个说法,是她,是她想要先打我,我只是正当防卫, 郑瑶瑶与无伦次地说着,行李箱里的男人眼睛死死地盯着我, 我浑身冰凉,大脑嗡嗡地无法思考,郑瑶瑶却已经像是疯了一样, 在走廊里脱掉衣服,想要用手解开我的腰带。 只要你帮我把她的尸体扔出去,我就是你的,你不管想要怎么样都行。 林药,你难道不想吗? 郑瑶瑶的衣服都堆在脚底,她几乎是赤裸地站在我的面前, 我的视线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,但是恐怖的氛围和诡异的情况, 让我实在做不出任何的行动,我,郑瑶瑶,你是在犯罪。 郑瑶瑶,求求你,我知道错了,我知道错了。 我说完,控制住她,从地上捡起了一段麻绳,把她的手绑住, 然后当着她的面拨通了110的电话报警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郑瑶瑶坐在地上,起初嘴里叫骂着, 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,都是混蛋,畜生。 我杀人了又怎么样? 她该死。 直到警察来了,把她和她男朋友的尸体带走, 她的眼睛里终于流露出了一丝后悔, 宝洁阿姨害怕地拖着地上的血字, 我跟着警察回到警局做笔录,离开前, 我看着郑瑶瑶,知道她将面临的是法律的制裁,对不起。 但我有我的底线。 临走的时候,我对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, 如果第一次在酒店遇到她的时候, 我能够劝阻她,或者是把整件事情告诉老婆, 或许就不会酿成今天这样的大错, 她就不会走到这样极端的末路上, 是我的隐瞒和替她保密, 才会让她一步步错下去, 最终应该了如此不可挽回的局面, 走出警局。 我看到了拎着行李箱赶回来的老婆, 她的眼眶通红, 问我,瑶瑶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? 就算是, 她也不用因为一个人渣来这么惩罚自己啊。 她还有那么长的路, 我把她拥抱在怀里, 揉着她的头, 回头看了一眼, 这是她的选择, 谁都改变不了。 我们回家吧。